各位啊,我们继续开始 下面第二个含义的话呢 是用在表什么 举例啊,例举啊这个含义的 那么它主要怎么样呢 举出一个典型,还有没有 典型的人活物 一个典型的人活物 就像那个样子的 像那样的 比如说这句话 私は王さんのような人が好きです 私は王さんのような人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像小王那样的人 看继续啊 看到の了吧 对不对 前面把右当名字看的 看到哪了吗 后面把右当形容の字看的 对 他前后继续啊,是不一样看见没有 发现没有 好,第二句话啊 あの人は日本人のように 日本語が上手です あの人は日本人のように 日本語が上手です 那个他日语啊 说的跟日本人一样好 像日本人那样子的 对吧 这不是比例句的啊 这句话看的没有 看到了吗 注意了看到你的没有 看到你了吧 对,它是形容动词的 练用型 就是谁啊 上手 对吧 好 第三个含义的话呢 哎 比较推测的 这个蛮关键的 它什么意思啊 它主要是说话人呢 通过对人或说的观察 看到没有 观察 我要观察 为什么呢 凭借自身的经验啊 感觉啊 做出一个不确切的判断 语气是比较婉转的啊 所以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说穿了啊 它就是一个非断定的表达方式 但是的话呢 一般多数的话呢 应该是通过观察 嗯 一看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嗯 这个菜貌似蛮好吃的样子 这句话什么时候会有讲呢 比如说啊 我们吃饭 我要点菜了 看呦 这个菜 桌桌都点嘛 嗯 那我估计这个菜啊 蛮好吃的样子 我们观察 呦 看上去你脸好像不太好嘛 脸色不太好嘛 来 我们观察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今回は 木村さんの勝のようです 今回は 木村さんの勝のようです 这次好像是木村营了 再看一句啊 小野好像不在家 好的 三个含义的话呢 各位都明白了没有 表比喻的 说穿了啊 古文里面 就有一个意思 这个表比喻的意思 它有汉字的 写样嘛 呦的汉字有写样的 一般我们做语法也不写汉字的 古文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意思 表比喻的 说穿了 后面几个含义就是派生出来的 衍生出来的 还可以表决例啊 推测啊 这三个是呦的最基本的含义 当然呦还不止这三个含义啊 而我们这三个常见含义 是愉快教你的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看这个啊 来 念一遍 彼女的手は氷のように冷たいです 彼女的手は氷のように冷たいです 她的手は冷的 像冰一样 看到没有 看得見了吗 对不对 像冰一样冷 下面一句啊 彼女はまるで 林檬のような赤い顾をしています 所以后面这个啊 这个话也是个拥有句 表示呢 拥有一张脸 但前面必须要有 有一个修饰成分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她有一张脸 又谁没脸 就这本鬼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一般说啊 她有一头美丽的绣发 可以的 她有一双修长大腿 那可以的 所以的话呢 她这边的话 必须怎么样 要加什么呢 一个修饰词 你不能当中使用的 这个也是固 这个也是固定用法 看到没有 まるで 有这个副词在 那么后面用的话呢 肯定不要比喻的 她的脸像苹果眼红红的 まるで父のように 私をかわいがってくれました ね まるで父のように 私をかわいがってくれました 像爸爸や他を 那么是爸妈吗 那肯定不是了 是干爹 对不对 好的 所以有的话 基本含义 应该还比较好理解的 并不是很大理解 中文的话 你要翻的话 说出翻了 就是像嘛 我们用像一个 就通吃了嘛 那比如说 比喻啊 像花一样 对吧 表列举 像你这样子的 像我这样子的 推测 小王好像要来的 对吧 像嘛 中文翻译 一个像通吃了 好 再来看一句 あの人は日本人ではないようです 注意啊 那是放前面的 不能放后面的 有还是有嘛 不能变的嘛 对不对 あの人は日本人ではないようです 那他好像不是本人 第二句啊 彼はまだ家に帰らないようです 他貌似还没有回家 どうも どうかであっ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です 这个语法 你还记得吧 咱们前面刚刚学过嘛 看到没有 他一般两个含义 对不对 Kotogaru一般两个含义 看什么的 看前面接续的 如果前面接他行 表示有此经历 那如果前面加语言型 本来有时啊 偶尔啊 还记得吗 注意啊 どうも 什么含义啊 どうも含义四个含义了 你背的比较熟的含义 可能是第四个含义 万能语嘛 谢谢 再接 不好意思 どうも 对不对 还有什么含义啊 总感觉啊 总好像啊 像我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 但总感觉好像怎么样 这个含义在里面 どうもどうかで 对了 他是一个サムウェア 看到没有 他表示一个好像什么地方 这个含义 どうもどうかであっ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です 总觉得好像老是见到过似的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图啊 曾经的话呢 曾经问我说老师啊 这个U的往后面 加拿 加你 加拿 分别它们什么区别 问得不错 你想想看 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含义一样的 U还是U嘛 对不对 说错了 加拿 加你 加拿 你想想看 什么词性做修饰 是后面加拿 加你 加拿的 你想想看 那不就是形容动词嘛 对不对 所以他像连体 连用 连用 结句嘛 对不对 加拿 是连体的 加你 连用的 加拿 结句 就是这张图 记住它 是名词 对不对 名词 那前面 听我怎么说 前面把U当什么看 前面把U当名词看 当形容动词看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加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后面把U当什么看 当形容动词看 这句话 再帮我讲一遍 帮我制度它 前面把U当什么看 当名词看 后面把U当什么看 当形容动词看 OK 知道了 好 我们看 第五个语法了 第五个语法 看到一个 見えます 聞こえます 这两个的话呢 那 他的话前面 其实看到过的 見える 不是说我要去看的 我睁开眼 看到没有 并非 看到没有 有意思的 我睁开眼就看到了 对不对 那么我 否定也可以 見えない 我睁开眼看不到 那也不是瞎子 睁眼瞎 那也不是 那可能你自己的手呢 对不对 或者远呢 或者不清楚呢 对不对 看不见 那可能的嘛 对不对 那并非有意识的 有意识去看的话 就見える 就不就 就不就没了 它是什么呢 自然而然看到没有 自然而然映入眼帘 传到耳朵看到没有 碰 我完美响 我听到了 聞こえます 对不对 不是我要听的呀 我耳朵又没有开关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注意了啊 它前面 用嘎的 说错了 这嘎也不是表足语的 就是表对象的 看到没有 不用我的啊 因为什么 自动词 自动词 两个都自动词 不用我的 用嘎的 但这个嘎的作用 其实不哦是一样的 另外 这个诺很关键 那我们不是说过 有体验话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吗 三个柱子前面 要加体验或体验句的嘛 哇 和什么 还有嘎 还有哦 对不对 哇 嘎 那么很明显 这里的话 要体验话 对吧 如果你前面不是体验 体验话 那么 能不能用こと 听好了啊 不可以的 你也注意一下 这也是能诺的事 天话的时候啊 三个 三个柱子里面的 他里面的话 也是不能用 こと 只能用能的啊 柱子好的啊 下来 好 下面 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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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からは 朝日が上ってくるのが よく見えます ね ここからは 朝日が上ってくるのが よく見えます 从这里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朝阳生起 下面一句话啊 隣の部屋で 誰かが 泣いているのが 聞こえます ね 隣の部屋で 誰かが 泣いているのが 聞こえます 听到隔壁房间 也有人在哭 好的 那么 刚刚那个语法 也得比较简单啊 就不通知了 好 我们看下面的语法 这个语法 是我们本课的 最重要的语法 应该说 叫 ところ 有漢字的 还记得吗 叫索 刚不看到过的吗 索 对了 它也是名词啊 当然 在做语法时候的话 一般我们不加这个 不用这个漢字的啊 那么 它是名词的话 前面该怎么接 你想想看啊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 要 要学到三个意思 那么 分别看它们前面 前面接 接续的啊 如果接 他行 什么含义呢 就表示动作啊 刚刚结束 那么基本上说 它的结束啊 离 现在是很近的 所以 帮我们什么呢 多说明啊 它在现场的情况 怎么就理解啊 基本上就是刚刚做完嘛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今 帰得来 取得 今 帰得来 取得 取得 我刚刚回来 有什么感觉啊 你啪 打电话过去 哎 你到了吧 我刚回来 什么感觉啊 基本上就是 我刚刚进 我们去 把包衣服 我衣服还没换呢 这种感觉啊 刚刚了 所以你放了 刚刚 看到没有 就可以了嘛 两个字 刚刚 往往和一些副词啊 さっき了 たった今了 来年用 再看一句啊 花花さんはいますか 天文在吗 花花さんはいますか さっき出開けた ところなんですが さっき出開けた ところなんですが 他刚出门啊 他刚出门 基本上什么感觉啊 基本上下面大堂 还没出去了 就这么呢 刚刚电梯下去 连公司下面大门啊 还没走过去呢 这种感觉 刚刚 好 再来看两句 さっきコーヒーを入れた ところですから また温かいですよ さっきコーヒーを入れた ところですから また温かいですよ 用什么呢 因为刚刚是 因为对不对 刚放好的咖啡 还是热度よ 刚放好吗 基本上就是说 我刚刚才热水 倒入全部に来啦 这种感觉 好 下面去 这种感觉 映画から人が 沢山出てきましたね 映画が終わった ところなんですよ 映画が終わった ところなんですよ 电影が 刚刚结束嘛 刚刚结束嘛 刚刚出来 对不对 刚刚正好嘛 对不对 注意了 加 たし 看到没有 好 来看一句 遅れです ごめんなさい 这句话可以学一学 遅れて ごめんなさい 我らわら 抱歉 当然讲 ごめんなさい的话 是比较亲密的 可能是我们朋友啊 这样子 いえ わたしもついた ところです 不不不 没事没事没事 我也刚到 いえ わたしもついた ところです 好 然后的话呢 我要帮你补一个 除了有 たところ之外 还有什么呢 叫 たばかり 看到没有 那么 这有两个 什么区别 我后面写了 时间 心理 就是说 像这个 いえにかいた 你后面有 とろ 就刚刚讲过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刚刚到家 然后包一放 然后衣服还没换 这种感觉 但这个的话 什么感觉啊 我刚到家 基本上就是说 我大概也就到了 个三十分钟时间吧 三十分钟 一小时啊 这样子 那像刚到家吧 对不对 没有那么近 是我心理上 认为我刚刚到家 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哟 你也来日本了 是啊 我刚来日本啊 才来了两个月 还是人生地步时候的 来了两个月 还是刚来 是不是 你先想想看啊 这张楼啊 半年前刚刚 啊 维修过 你先想想看啊 半年前还是刚刚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所以 说话人 只要是说话人 认为时间隔得不长 用刚刚的话呢 都可以的 用哪一个 用 但这个时候的话呢 所就不能用 是不是啊 所以 它叫时间 可能是时间 那它的话呢 叫心理 注意区分啊 好 看第二个含义啊 这个 后面 手里有 看到没有 手里有 后面 加手里 什么含义呢 表示 某个动作啊 正在进行 或什么呢 事态 正处在 某个阶段 那么 我看第一句话啊 Sato-san wa 今 电话をしている 所层啊 现在啊 正在 打电话 那么 从事看完之后的话 就觉得很奇怪 老师啊 那我们前面 不是学过 ています吗 ています 第一个含义 不是比较正在的意思吗 对 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说 我在来吃饭 对不对 你想想看啊 我现在可能 没有在吃饭 我放着 刚刚吃了两口 现在不吃 放着 不要聊聊天 那我说 我正在吃饭 可以的 ています 但如果我说 我正在 吃饭的话 什么感觉 我的扒饭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你妈在打游戏 比如你朋友来电话 游戏一放 跟朋友说 啊 我啊 我在打游戏 我正在打游戏呢 那 这个时候用什么 用ている 就可以了 因为你在打电话嘛 对不对 讲话时候 你没有在打游戏 对不对 但如果说 你真的打游戏啊 电话来了 你妈接的 小王啊 小王他正在打游戏呢 那么你妈用什么 对 加 这个 托 因为你确实正在玩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的话呢 加了之后的话呢 他表示啊 你就是正在干嘛 好 应该能明白了 看下去啊 あの二人は結婚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あの二人は結婚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那两人啊 正在做结婚前准备 给你什么感觉啊 可能现在啊 就在 在 失婚纱呢 有种感觉到里面 如果你后面就不加的话啊 可能近期内 他们在干嘛 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他们怎么样呢 处在某个阶段 对吧 这个含义啊 好 再来看两句啊 コーヒーを入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から お待ちください ね コーヒーを入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から お待ちください 请稍等 啊 这个禁语啊 我们后面说时可以教的啊 很重要禁语 如果你不听禁语的话 你损失四分之一的课程 好 这个啊 因为 啊 怎么样呢 正在泡咖啡 换一会儿我讲话时候啊 咖啡就泡着呢 看到没有 再来句啊 みんな 今 教室で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 看到没有 ところです 大家的话呢 正在 在这里 学着语 正在学嘛 正在学 反正我讲话的时候 他们在学吧 就在学的时候 ね みんな今 教室で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 ところです 下面が 好きなテレビ番組を 見ているところだから ね 那 答えない 答えない 没有 邪魔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ね 好きなテレビ番組を 見ているところだから 邪魔してください 因为我正在看我喜欢的电视节目 正在看吗 正在看呀 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在帮你讲话 请你不要打倒我 是吧 好 那么如果 如果加上是原型 什么含义啊 我正要做模式 看到没有 之前啊 正要做了没有 应该还没有做 应该还没有做 但是呢 我正要做模式 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比如说 这句话啊 これから買い物に出やけるところです これからね これから 買い物に出やけるところです 这种感觉就知道吧 这种感觉 它是 很紧迫的感觉啊 基本上就是我下一秒就 要推门了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个啊 飛行器が 飛び立つ 飛行器は 飛び立つ 飛び立つ 飛行器は 飛び立つ 飛び立つ 什么意思呢 飞机啊 即将起飞 ところですね 对不对 所以 它基本上就是 上跑道了已经 对吧 怎么样 你跑起来了已经 换句话说 飞机应该在跑道上 你这样 准备起来了 对不对 这种时候 基本上就是我 接下去它要飞了 好 再来看两句啊 コーヒーを入れるトロですから 一生に飲みませんか コーヒーを入れるトロですから 一生に飲みませんか コーヒーを入れるトロですから 我家族的话正准备去学校 说穿了 衣服换好了 包背好了 準備走了 的时候 帮你讲这句话 所以它以上是我们的 第七个 帮你补充这句词啊 补充补充啊 接尾词 来回一回 这句词的话 怎么接的 对动词 mashing 形容词 取译 形容动词 直接接 名词 直接接 动词 mashing 对不对 mashing 好 那么 那么 我这边的话 要帮你讲这么几个 几位词啊 始まる一个 終わる一个 出す一个 还続ける 好 那么始める 什么意思呢 开始做模式 比如说啊 歩き始める 开始走 歩き始める 那么 いはじめる 开始说 いはじめる たべはじめる 开始吃 对吧 开始吃嘛 たべはじめる 这个的话呢 ふりはじめる 开始下雨了 ふりはじめる 很简单 就表示动作 或者状态开始 就开始做模式了 对不对 那么 就构成一个 符合动词 当然它因为 还是动词嘛 所以最后还是动词 那么 終わる 完嘛 做完的意思嘛 比如说 食べ終わる 吃完 注意了 如果用 食べ終わる的话 还不光吃完了 要吃完 即将吃完 也可以的 这个 読み終わる 读完 这个 思い出す 出す啊 含义蛮多的 它可以表示 出来 基本原意 我想起来 おめだす 那 也许可以表什么呢 表开始 注意了 有个突然 看到没有 这次帮你比一下 看到没有 叫 福利达す 前面你们不是看到过 一个叫 福利 始める 对不对 开始下雨 对不对 那么 福利 始める 跟福利达す 什么区别 很简单 福利 始める的话 它没有突然含义的 那比如说 天开始变暗了 开始起风了 开始一点点 慢慢下起来 对不对 有个过程在里面 知道吗 这个的话呢 没有的 刚才还蛮好的 哗 沉下来的 叫 吹り出す 突然的含在里面 比如 再帮你补一个 叫 泣き始める 开始哭 对吧 为什么呢 泣き出す 它们什么区别呢 很方便了 咦 泣き始める 就是有过程的了 对不对 比如说 心里边 难过了 鼻子发缩了 开始抽气了 对不对 哭出来了 而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哇 就哭了 比如说 他刚看到我 哇就哭了 没有什么先照的 直接拍哭了 对不对 突然行啊 下面一个 叫 走出 跑起来 这个的话呢 続ける 这个结尾词 相当重要 那基本含义 比较继续的意思啊 叫 話し続ける 继续说 对吧 飲み続ける 继续喝 还有什么呢 持续看到没有 叫 勉強し続ける 那么继续学习 这个含义 那么 讲这个的话呢 有同意问了 那么 老 老师啊 这个我 我持续的概念 不是用 ている 就可以表示的吗 你问得非常好 这个结尾词 它也表示持续 对不对 那比如这个 勉強している 和 勉強し続ける 有区别吗 有 什么区别 你听好了 你问得非常好 我要告诉你答案 ている 我跟你讲 它是根据 时间点来看的 什么意思啊 ている的话呢 它在用的时候的话 一般我们概念里边 都会有个参照 时间点 那比如说 我 进教室的时候 同学们正在学习 那 用ています 为什么 是我 我进教室的时候 或什么呢 我现在 正在学习 现在 对吧 我讲话时候 这个点 但如果你不是有时间点 而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暑假里边 它一直在学习 用哪个 就用这个 或者说 我从上午到下午 一直在学习 这时间段里边 看到没有 它没有什么 没有一个点 对不对 它是时间段里边 从上午到八点半 到晚上到八点半 我一直在学习 那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不用ている 因为ている的话 一定是时间点的概念 点的概念 才是ている 在这个时间点的 两侧的 可预计的过去 将来 就在里边 有ている 而 是一个时间段 它没有一个 明确的时间点的 比如说 那两个人啊 聊了一晚上 那就用这个了 看到没有 叫 話しつける 那两个人 聊了一晚上 那么てい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说 我进门的时候 他们正在聊天 那就用話し 就对了 我进门的时候 对不对 有点看到没有 时间点 他们正在聊天 当然了 我这边还提一句 当然如果你要做主句的话 实在注意一下 你如果是表现在时的话 记好了 表现在时的话 因为つつけている 本身也是一个动作动词 它直接是加语言型的话 应该算加来时的 你必须后面 还得帮我跟ている 叫つつけている 但这个ている 只是表现在时的 但这地方讲了 稍微有点专业啊 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吧 如果觉得还得累的话呢 不要急 初级班反正这个也不会考 慢慢再学下去 以后还要帮你做复习 但这个区别 还是很重要的 那ている 现在你也只学过三个意思嘛 到了中级班的话 还要再帮你补三个意思了 六个意思 全部学完OK了 你都知道了 好的 那么我们 后面就绘画了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